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刻 到厌弃的最后一刻 他只能够背负着这些国仇家恨活着 后来他也拼过命 他也努力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可他发现人家不需要他当什么大英雄 人家只想要他当诱饵 要他死 宁可拉上他身边的将士陪葬 后来他才逃了 因为他有做帝王的仁慈 却没有做帝王的冷酷 他当上皇帝必定会历经屠治 还民众以盛世太平 可他还没有当上皇帝 就已经见不得人民 成为他登上地位路上的哀骨了 可怜吴定和鞭骨 游是春归梦里人 他知道那些因为他一天不死 那游在为他征战的将士 便不能够停止征战 他们有着清劝在等他们回家 他可怜着世上的人 可是谁可怜过他呢 在他们让他背上枷锁的时候 在他们对他寄予厚望的时候 在他们希望他拖着残破的身躯 继续走在荆棘丛里的时候 谁又可怜过他 他在这世世界上鱼独行 喜欢南疆的热 因为冬天北边的客舍呢 不舍得生炭火 他喜欢吃美食 他讨过饭 把自己的故事 卖给了西班子 换点弹颤 他总是笑 开心也笑 难过也笑 他并不是生来 就是个无家可贵的陌路皇子 他也只是个喜欢 爬树桌鱼 上窜下跳的普通孩子 我总想说 别把他当殿侠了 你们能不能把他当个人 后来终于遇到了 自己喜欢的姑娘 却只得相守虚语 因为他是个懂他的人 就好像是生来 就要和他相爱的一样 他这一生都命不好 唯一的好运气 可能就是遇到了他 可就连相爱的时候 都苦于生离死别之后 他该怎么办 如果说谢允这辈子 只能够得到一颗糖 他也会笑着 把那颗糖送给他 最爱的姑娘 然后对他说 这糖很甜 我吃过了 你试试 他是个骗子 是全天下最可怜的那一个 他其实并不 多么的相信有来生 也并不希望他死之后 他还执着于他 所以他说 一日不死便一日不弃 这是他唯一能够保证的事 他宁愿当一缕孤魂 在他为他打的刀上 陪他扬名天下 陪他看天破晓 而不是他们 他是出身在破晓的人 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 真正的破晓的时候 哪怕他看不到 至少他爱的人看到了 他觉得这也很值得 一水落汤 在了冰天雪地里的人 他的怀抱却温暖如春 他是山河 也是故人 是江南到北方水阔山长 辽赠的一只春色 一生背负太多 却宽慰于每个人 给他别人欢乐 他宁愿吞下冰雪 化作黄土 让山花浪漫如飞 万物回春 吃瓜不停 娱乐不暖 感谢大家关注 冰粉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